各位,我們現在繼續會議 現在請鄭安婷議員 多謝主席,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下午好 受疫情影響,特區政府近年的財政收入 已經連續兩年下跌 而受到今次疫情的嚴重打擊,遊客銳減 今年的博彩稅收將會低於預期 同時,為了應付特區政府恆常性的開支 以及防疫、抗疫的需要 本澳已經動用了1678億元的財政儲備 在本澳財政收入持續減少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曾表示將會推出一部分的土地拍賣 以填補政府的財政赤字 本人認為,目前社會經濟缺乏活力 居民就業困難 特區政府如果開展土地拍賣 將會有望增加富房的收入 並可以通過土地的開發 帶動居民的就業 此外,在澳門大力發展金融業的背景下 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發行債券 增加財政收入 促進產業息度多元的發展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在增加財政收入方面 政府對於土地拍賣 以及發行債券等措施 有何具體的規劃 多謝 井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鄭安庭議員有關的問題 主要是兩個問題 一個發行債券 一個土地拍賣 關於發行債券方面來說 我們是有關的債券如果要發行 要必須要經過立法會的同意 我們才可以做的 不是說可以發債就發債 有關的債券來說 我們是研究了有關的不同的 並不是為了政府的庫房的收入 或者是做什麼事 而是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我們 居民存款已經達到6千多億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什麼可以給居民 可以有一個新的出路 譬如香港的iPhone 他們是有些債券 並不是因為他沒有錢 他要發債 而是可以是對有關的通貨膨脹 掛勾的一種債券 讓我們有關的市民可以擺一部分 在這方面債券得到比較好少少的利息收益 這個我們已經進行了有關的研究 委託了有關的銀行 都幫我們做了有關的報告 我們現在都在研究中 但如果我們社會上有共識的 我們可以通過立法會去作為有關的法債的程序 去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 在我們的法債上面 我們有個其他的基建的設施 我們已經進行了 去年和今年我們都講了 我們有關的中央證券托管系統 CSD 在2021年底已經進入運作 直到2022年上半年 已經有6筆的債券登記托管 債券托管的餘額是81億等值的澳門員 有關的CSD這個結算的有限公司 已經有47間的本地和外地機構 開納了和參與了有限的帳戶 現在正在申請成為環球銀行財務通訊系統的會員的機構 以及優化清算系統 以及滿足不同的時區的市場 和參與者的交易的需求 為後續對國際中央證券托管機構 ICSD 擴大國際投資規模做好準備 所以有關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在去年開始到今年來講 我們已經全面進行著 在這個關於債券方面 在法律上我們都在研究著 有關的證券法等等的法律 成熟了我們會交給立法會進行有關的審議 關於土地方面 我在去年和今年都講過 會有土地進入有關的私人市場 因為我們已幾年 私人市場是缺乏土地去進行有關的發展 我們很多年沒有拍賣過土地 我們查閱有關的資料 我和羅師長 我們的規定在拍賣之前 我們要將我們的地質資料 轉探完之後才有條件 進行有關的拍賣 這個是我們法律上的規定 所以我們會開展 有關我們將要拍賣的土地 進行地質的探討工作 有了資料 我們才可以一起和土地 進行有關的拍賣 這個是規定 所以我們一定要依法去做 這個工作我們已經準備開展了 土地拍賣來說 你說對付房會不會有很大收益 我認為沒有太大期望 當你這塊地拍得太高的話 對我們的市民的承受能力 並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希望是平穩發展 希望是一個平穩發展 不是說我們的土地要炒到很高 才是我們政府的目標 但你太低 對我們的市民的負資產 我們又不想 所以要一個平穩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但是土地我們一定會拿出來 準備在這裏 土地我們是完全有土地 不過就是要有一個程序 就是要進行有關的探討轉探 有個轉探報告之後 才可以交給拍賣人 去計算他的成本 對有關的土地進行有課拍賣 所以這方面我們在工作進行中 多謝你的問題 請謝世宏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長官閣下 2022年6月18日 新一輪新冠疫情爆發後 嚴重影響本土經濟的發展 市民的生活艱苦 收入袖增 袖減 整體的社會失業率不斷攀升 疫情間大量公務人員 為守護田路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犧牲與家人團在的時間 他們從辦公室走上抗疫的前線 奮戰在抗疫第一線 超時的工作且工作的內容 超出其原本的職能 來自市政署 衛生局 社會工作局 看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司法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 海關 消防局等前線及各部門公務人員 於抗疫期間工作壓力袖增 工作的內容因疫情 不覺定性變得繁複 以抗疫為由 隨時要求前線及基層公務人員 投入工作 會有給予期足夠的時間 轉息時間 另外 有更具高風險的染疫情況 例如 保安部隊人員 需要更加長期留在高壓的工作環境 工作的時數從每週44小時 袖增至每週超過60小時 壓力極其繁寵 例如路環監獄的獄境 進入閉環管理將近一個月 無法與家人團聚 消防員在工作滿48小時後 方可調配回家休息 而一旦接觸確診人士 則須因工隔離5至7天 上述的情況 只是眾多前線及基層公務人員承受的 沉重工作壓力中的冰山一角 加上長期以來 公務人員職程中 不公平的晉升制度 不容許按自身的議員提前退休的情況 仍未得到解決 因此 請問長官各下 有何全面性的涵蓋公務人員 即情改革的計劃 設施解決長期以來 公務人員制度出現漏洞的現象 請長官各後回答 多謝 聽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謝世雲議員的有關問題 我剛才已經說了很多 我們有關在抗疫之中的公務人員 全體市民 這個我已經說了 你說剛才舉例了很多的部門 參與有關的工作 這次我們的整個抗疫工作 包括這麼多紅馬地區的 送的 一日三餐的 或者是有關的固定的食物 送上去 都是我們的公務員同時 你剛才說了 我們行政部分的公務人員 我跟你說 我們的法院 包括很多法院的法官都報名 去參加這些工作 他們都是自願的 我們沒有通知過法院 你要派人去參加我們的工作 他們自願跟我們有關聯繫 希望投入這個有關的前線工作 這是第一點 我們的廉政公署 我們的審計署 全部都他們自願的 排除有關任務 我們的立法會高主席 和我們有關的同事 都有參與這個有關的工作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這次的抗疫工作 並不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幾個部門 是全澳門的行政部門 各個部門 都是自願的參加我們這個有關工作 警方來說 是必然的 一定要做這個工作 我們都是配合我們整個方面的工作 第二點來說 我們有關的監獄的同事 我們知道他們很辛苦 但是你反過來幫我思考 如果我們監獄裡面 這個一千多個在囚人士 發生了疫情的時候 我們這批有關的在囚人士 我們擺到去哪裡做隔離 我們擺到哪裡做隔離 擺到醫官酒店 擺到高頂 擺到醫院 你怎樣去進行有關的管理 這個是我們在6月19日 我第一次在民防工作會議裡面 已經強調的一個工作 一個就是監獄 第二 有關我們的長者 院舍的長者 這個我們必須要加強這方面的保護 因為長者我們是恐慌他們因為年紀大了 慢性病多 受感染了之後 會有產生生命的問題 但是你說一千多個在囚人士 如果他們裡面是爆發了有關的疫情 我們怎麼辦 我們只能讓我們的同事辛苦一點 閉環去管理 閉環去管理 這裡我們高度去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這兩個部門不是簡單的 這個一千多個在囚人士 如果出了爆發之後 我們放在酒店裡面 我們是管不了的 我們管不了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在這次的疫情裡面 這兩個地方都沒有出大問題 特別是監獄裡面 都沒有出過任何一些問題 大家都可以 度過了這次618這麼大的一個疫情 所以我很多謝我們監獄有關的管理人員 以及你所說的閉環人員 消防局的人員更加 因為每一個在家裡有關的抗原測試 揚性的 我們後來都叫他在家裡等 不要出街 我們接他去澳門彈 進行有關核酸的測試 就是希望不要發生交叉感染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感覺到 為什麼感染率這麼高 就是因為會有交叉感染 所以我們希望在抗原測試的時候 有了陽性的 你整家和同住的人 全部都不要離開原地 我們去派人去送你去 這個就增加了我們消防同事的很大的壓力 我們都希望我們消防同事可以每天都回家 但如果他們回家 萬一他們有什麼事 又惹親家人怎麼辦 很多問題不是我們所講的這麼簡單 今天過了之後 我們講很多話好像很容易 但當時我們要考慮很多很多的因素 消防員是第一線 他們是接觸到這些病人 他要送他們去高頂 送他們去醫療酒店 送他們去澳門彈那裡進行有關的核酸 都是靠他們去進行的 所以只能在這個緊張的關頭裡面 希望大家和金共府 去度過這一次有關的疫情 就是這個 我很多謝他們有關的前線 所以我剛才李索說到讀出來的部門 基本上只是一部份 但我們全部政府的部門 行政、立法、司法 全部參與這次的疫情 很多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他們檢察院 他們穿著衣服 你不知道他是誰 可能他是一個檢察官 是在送東西到你家 這個情況 大家是因為大家穿著衣服 大家都不知道誰打誰 都是一樣的樣子 但是很來自於我們 很多部門的同事 很多的堂樓 都是一層一層 走樓梯上去 這麼熱的天 這麼熱的天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過了這個之後 我們都要值得 我們去作為有關的 查找我們工作中 有些不足的地方 這個是7月19號 我在民房會議裡 已經開了一次會議 就是查找我們不足的地方 做好總結 為了下一次 萬一有事的時候 我們做好更好的 更貼切的工作 這麼大一個戰役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來說 一定有很多的漏洞 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我們不可以說 沒有問題 但是在問題之中 我們是重結經驗 去發言問題 我們再去改進問題 你說下一次之後 是不是沒有問題呢 是完美呢 不可能 任何一個時間 都會有問題存在 但是我們敢於去面對面 問題去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的態度 你說關於公務員的 有關的投訴方面 或者職情方面 我想下一次 就將司長和你去介紹 因為特別職情 我們不希望再增加了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公務員制度 我剛剛說八月份 我們會有 有關的法律 會送給立法會 希望呢 就是這裡通過了之後 走出另外一步 多謝你 請李靜宜議員 多謝主席 掌政閣下 大家居民要求政府 盡快行動 落實第二個百億援助 是向居民發放抗疫的援助金 是因為大家真的 面對很大的困難 我們的失業率已經攀升到 百分之四點八 雖然勞工國很積極去做 努力做配對工作 但是不少居民都跟我反映 就是寄出了求職信之後 就音訊全無 其實都是找不到工作 居民有面對現實 放下身段的準備 但是事實上 社會不會只有基層工種 是在請人的 博彩、酒店飲食、零售、金融等等的行業 都有人資需求 而且仍然有不少的外僱額在用 政府是必須要求業界培養 和聘請本地人 加大本地化 其中一個例子 金融業還有空缺職位 外僱也有近千人 其中非技術、非專業的外僱佔了六成多 我相信不會是澳門人不願意做的工種 而即使具學歷 或者是相關工作經驗的失業者 他們是否又有真正的機會 其他行業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 看回香港 在早前引進科技人才的時候 是明確要求他們每引進三名非本地人 是需要聘請一個本地的全職僱員 和兩個的本地實習生 去促進人才發展 反觀澳門 我們無論外僱政策 或技術居留制度 政府是沒有因應不同行業工種 去訂定一些聘用和培養本地人的具體指標和目標 如何體現本地人優先和向上流動呢 所以在這裏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未來有甚麼實質的計劃 去落實要求這些企業 聘用和培養本地人才 會不會對於一些巨規模的大型企業 或者是重點行業 例如博企、金融業、酒店、零售、廚師等等 都設定一些聘用和培養本地人的指標 以及晉升本地人 達至管理層本地化的一些具體要求 制定培養本地人的方案和目標 讓居民能夠透過自身的努力入行發展 也都解決失業的問題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李靖二議員的問題 失業問題剛才已經講了 比例都講了 最主要是現在講的就是關於銀行業 金融業 銀行業我拿到的數據來說 現在33間的銀行 我們是一共有791個外戶 這個包括我們的管理層 和這批人不是全部是內地的 很多是來自於外國的 很多是來自於外國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你說專業、非專業 是申請的時候一個關係 但是有很多都是現在正在做一個 比較重要的崗位 因為平均來說33間銀行 你除非來說 一間銀行只有20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才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想在銀行業 現在我們的就業人數來說 一萬人 一萬人 現在有關的金融業 加起來來說 就是全部都是大約一千人都不到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金融業 是否適合全部是財金融業有關的成財 或者是僱員 外僱 就是這方面 本地人一定要吸收的 我想金融業來說 都不會在這方面 有任何的不吸收本地人 如果他們願意的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在這方面的配套來說 我想理事長方面 都會和你們再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還有其他行業來說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再進一步 你們有甚麼好的建議 你繼續給我們 因為上一次 你建議了我們 大新的工作 我們都會馬上落實 我希望你們都提出一個 實際可行的建議給我們 認為哪些公司要減人的 我想理事長那邊 一直都在減人的 不會說對任何事 不理不問 多謝你 請梁孫旭議員 謝謝主席 長官閣下 政府目前正在開的倒排鏡頭 有關係到 特區政府未來的經濟名物 民生福祉 和港大博彩從業園的生計問題 雖然政府在法規上面 都有說明 將一些譬如承擔的社會責任 一些譬如開拓市場的計劃 和一些譬如對特區帶來的利益等等 納入去重要考量的因素 但由於這個法規上面 見不到有一些指標 或者一些最低的門檻要求 到底其實政府怎樣能夠 確保這些倒排公司 在獲得倒排之後 能夠更好地去履行相關的工作呢 而面對現時嚴峻的失業問題 一方面就是希望特區政府 盡快可以將那二百億的 普遍性的援助金 盡快向本地居民去發放 第二個就是博企確實 存在著不少的外勞 希望能夠將不同的崗位 盡快進一步可以本地化 將好工留給澳門人來做 另一方面 其實不少的賭場員工都會擔心 會不會在賭牌鏡頭之後 就出現解僱 剛才長官都回應說會合約上規範 到底我們是不是有機制 或者會在合約上規定 你在鏡頭之後 不准財本地人 會不會有這個承諾呢 而再者的是什麼呢 其實在新博彩法上面都有規定 基於公共的利益 尤其是開拓海外市場的原因 行政長官各界可以豁免全部 或者部分的特別的一個博彩撥款 而政府一直都強調 這個豁免一定是會 收益一定會大過這個豁免的金額 但是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有機制在這個博彩撥款上去拿回來 但是當是大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機制 能夠將這個收益 可以回饋給我們的社報 或者令到我們的居民 可以進一步分享到 博彩業發展帶來的這個成果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梁孫玉議員的問題 兩個問題 第一來講 關於200億的問題 第二個200億的問題 已經是剛才已經講了很多 我不要再重複了 關於失業問題 我回應了理政議員 你們有什麼好的建議 交給理事長 進一步 我們立刻大家去配合 關於你說到 動作動作有關的社報 我們大家已經在這裡分享一下 社報是由2000年開始 到2021年 我的數字來講 我們一共 社報的注資 是1431.87億 這個是社報的總量 到2022年首季為止 我們的社報總的資產值 還有943億 按照現在發放的基數來講 他們是去到2027年 應該是 2070年可以維持到 按照現在的基數 你經常說到有關的 動動了5%的海外客戶 這個我們經過很慎重的評估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都在這裡說過 我們如果仍然是 因為你是博彩業出身 你仍然是回顧2013、2014年的巔峰狀態的 內地的客戶來說 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對國家的負面影響是太強的 我想你這個觀點一定要正確面對 我們不要損失國家有關負面的影響 我們對國家不可以產生負面的影響 我們一定要吸收多些外國客戶 上一次我們說了 希望多一點的外國客戶 你也要給回多少誘因去帶動這些客戶 在2000年到2021年 博彩業輸入了給我們有關的社保 是只佔了35.5% 政府的注資和其他的收入 是佔了64.5% 所以不是說博彩這個撥款 是我們的社保的主要根基 一定要明確 這個是4、6分都未到 它只是35.5% 我們卻佔了64.5% 政府的注資和其他的收入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一定要用數據來講這個事 不要混淆了 我們只是說這個社保全部都靠博彩 並不是 你說怎樣分享我們有關的 因為外國客 可能會帶動多些35 即是你不相信任這個說法來講 我們可以現在看到 我們這麼多年的抗疫裏面 拿了1600多億這些錢是哪裡來的呢 這些就是35的稅收積累下來的錢 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裡抽錢出來給我們的市民 你說第二個100億都是在這裡要拿出來的 這個就叫做分享 社保 它是固定的 每一個人退休了之後 到一定年紀 它一定要拿的 我們這個是固定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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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福利 是一個責任來的 一定要拿的 一定要避去 但是你說 我們怎樣去分享我們這個 有關的 外國客會帶來的35% 因為它帶了35%之後 他們積累在我們的庫房裏面 當我們發生了疫情之後 我們就要抽出來 補充我們的財政赤字 補充我們有關的疫情的問題 這個就是分享 所以我希望你正確認識到 什麼叫分享 什麼叫社保 那就很清晰了 所以不要經常咬著說 你動動了我社保 我們動動了是社保的 有關的費用的一部分 因為3%裡面的75%佔了2.25% 它不是說3%全部給社保 社保裡面的75% 3%的75% 就是2.25%是撥落社保 剛才我跟你說了 這麼多年半進去 這個去到2021年來講 一共撥了35.5% 佔我們1,400幾億裡面 我想這個就是用數字 我們大家去分析這個問題 好嗎 在這個你就會清晰這個問題 所以你說要分享 現在我們就是在行1,600幾億 就是這麼多年 我們在我們的財政收入裡面的 積累下來的儲備 我們排架 支撐住我們有關的社會的運作 我只能說到這裡 多謝你 請休庭彪議員 多謝主席 選舉行政長官各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今天我想問的問題是 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 近日 環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 促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 若干措施正式發佈 從支持企業發展 人才引進 平台建設 粵澳協同創新等四個方面 提出了具體的扶持措施 其實 早在2010年11月 澳門已經有高等院校 通過了國家科學技術部的評審 獲得批准建立 模擬與混合訊號 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 在多年來的努力下 這方面 亦都取得封石的研究成果 請問 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 有何系統性的政策構思與行動計劃 以更進一步加強對集成電路產業 以及本澳產業人才的支援 以配合新峽區及大灣區的發展 最後 我都想感謝 製造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 是我們在新峽區有關的定位 是我們四大產業其中的科技產業之一 一個最主要的項目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都是配合著澳門有關的存在的能量 澳門有一個國家的重點實驗室 澳門大學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是推動澳門大學的微電子研究院 和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工作的同時 是配合有關的 我們兩地有關這方面的發展 剛才我已經介紹了 我很開心看到 我們現在澳門大學微電子研究院 和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 有20位相關的教授和近300名的研究生 2021年和2022年的學生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半導體 相關課程的人數達到了258人 澳門學生是多於內地學生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經過我們這麼多年的STAM教育的努力 我們有一大批的澳門學生 他們轉了去理貨 他們很忠於是理貨了 不是我們以前讀有關的法律、經濟等等的文科 現在很大一批澳門有志的學生 轉了去理貨 一看到前景 未來我們的人工智能 未來人工智能配合元宇宙 這個就是我們以後發展的方向 所以他們是參與了我們現在的大學有關課程 這個值得我們很欣慰 在這方面來說 澳門大學做了十分大量的工作 誰這麼多年耕耘之後 在現在來說 我們終於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內地很多的朋友 都是對我們這個研究室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有很多其中的研究科目來說 都是比較有它的先進性 所以在這個有關橫琴這個400億的投資裡面 很大部分都是我們跟他們有所聯繫 進行有關的下部的工作 有很多的產業來說 它下游會有很多的 封裝 很多的下游產業不需要很大 但是很多的下游產業會相近會產生 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有人才 當然我們是有人才法已經給了立法會 正是有關的審議 但是我們本身的澳門 起碼有一批的有色知識 肯去學習這方面的基礎知識 一路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發展 經過這樣的階梯式的培養來說 我想很快我們會有一批好的人才 因為有300個研究生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這個基礎裡面 所以是值得我們在這方面 更加大的發展的空間 好嗎 那麼多謝一位議員 請陳澤武議員 各位主席 尊敬行政政官閣下 我的問題是和邱婷標議的問題有些相處的 就是關於澳門的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 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的產業 是琴奧深度合作區的重點發展項目 那麼新的科技革命是蓄勢待發 科技的人才和競爭是日趋激烈的 如澳門的自駕巴士 在橫琴中國森等的科技發展項目 為澳門長遠的發展 注入了新的動力 我們現時人才培養的理念和模式 是相對滯後 人才培養的結構就比較單一 人才供給無法滿足當前產業的發展的需要 特區政府應該在不同的層面 推動和支持科技創新的教育 包括推動中小學生的資訊科技教育的培養 支援學校基礎設施和教師的培訓 培養下一代科技發展和創新的能力 澳門擁有四個作為科技發展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亦都是國家組織高水準基礎研究 引進聚集和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的地方 而澳門在琴澳科技未來發展藍途中的地位 是舉足輕重的 人才培養上應以促進澳門多元產業發展為初心 為澳門產業升級和轉型 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 請問行政長官各下配合 澳門科技發展的情況 特區政府對澳門科技人才的培養 有甚麼部署或方案呢 多謝大家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澤武議員的有關問題 都是在講科技 我們在兩方面來說 現在我們都大力發展這方面的人才的培訓 剛才我講了澳門大學 包括我們現在很多的中學基礎學校 都很注重這方面有關的培訓 我們有些學校已經在高中階段已經分為 理科文科 他們有不同的發展方向的培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下面的一個基礎 當他們讀完理科之後 他們去外國讀有關的理科也好 在澳門大學也好 科技大學也好 理工大學也好 等城市大學也好 都有這些課程給他們選擇 澳門大學有四個重點實驗研究室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說 我們科技大學也有重點實驗研究室 有兩國在 我們還有其他的 我們的學校 我們城市大學 理工大學 增加了很多在AI方面的 有關的課程 新的學系 現在我們都是在 向這方面 我們加強這方面的發展方向 希望我們基礎教育 配合我們的大學有關的 深化教育 在這方面我們培養多些人才 因為我們看到未來的將來 一定是在科技行業 需要大量這些人才 現在在全世界都好 要是AI人才 有關數據化方面的人才 這方面是很缺乏和很搶手 是很缺乏和很搶手 反而有關的其他學系 就跟他們已經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以畢業來說 他們這些是不受 找不到工作做的 你如果讀這兩個是學系的話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人才的培養 但是培養人才不是 今天我們說明天就會變成一個人才出來 他真的要從基礎開始 至少從高中開始 到他入到大學的四年教育 再讀有關的碩士 有關的博士 這是一個很長的階段 但是我們今天不鋪這條路 我們不種這棵樹 我們以後沒有辦法承諾 這個我們必須要去做 不是說我們今天要做的事 明天就會見效 今天的做事 明理我們就會見效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今天不做 我們永遠都是落後於別人 所以這方面我們不惜成本 都要希望他們加大 但是很開心地說 他們都不需要我們政府加大很多的資源 他們自己都因為他們都可以做到 有關的發展的基礎 所以今年的招生來說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的招生量是十分之高 我們大學的招生量 來報考的人是十分之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有關的人才的 希望在高科技裡面的人才 不是我們今屆的立法會可以見得到 不是我可以見得到 但是我們以後我們都要做過這個工作 這個是基礎 這個是基石 我們一定要做過這個工作 我希望澳門的青年人 多些向這方面發展 多些發展 現在我們在內地 想找一個大數據方面的學生 來到澳門工作 你肯讓他來 他都很難請到他來 因為他在內地都是很優厚的條件 世界上更加不好講 這些是很搶手的行業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想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是為了培養人才 在這方面我們加把勁 就為以後的澳門的發展 奠定一定的基礎 多謝你的問題 請羅采燕議員 謝謝主席 掌官閣下 各位官員同事 大家下午好 澳門當前的形勢嚴峻 搬隨著人均GDP 錄得大幅下降 失業率持續攀升等等 各類令人擔憂的數字 如果情況持續 甚至會衝擊本老的金融體系 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 目前澳門主要的產業 包括旅遊博彩 房地產、建築、金融、工商業等等 佔據了澳門超過一半的就業人口 所以政府當務之急 必須要穩住當前的經濟大盤 要出台更多有力的措施 來保護主要的產業的生存和發展 尤其是在抗疫常態化之下 要緊隨著國家的防疫政策 以及保住其他中小微企的生存空間 這樣才可以保住千家萬戶的生計 同時都要善用當前的財政儲備 調整百億援助 推出全民普衛措施 以輸解民困 而另一方面 特區政府以及經財師 連番推出多輪的百億經援的得證 的而且各為澳門疲弱的經濟 帶來及時雨 但是畢竟財政資源都是有限 政府仍需要積極增加財政收入 去尋找新的出路 才能夠繼續支撐我們龐大的福利開支 政府早前曾經公佈 離島醫院的創新營運模式 相信有助澳門發展 醫療加旅遊的生產業 為澳門未來鑄入新的希望 正如經濟學家所說 信心比黃金更加重要 故此我想問一下特區政府 長官閣下 會否參照上述的思路和方針 推出更多招商人資的政策 吸引國內外更多優質的投資和產業 為澳門引入活水 以盤活經濟 創造新的就業職位 真正地解決失業問題 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羅彩院議員有關的問題 關於你所說到的有關的百億支援措施 我想這個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不重複了 第二來說 你說關於離島醫院 醫療加旅遊 這個是我們大健康產業的一個重要的抓手 北京協和醫院 和我們已經組織了有關的籌備辦公室 日前已經有批示已經出了 這個就是進入了有關的 正式的有關的籌備工作 我們已經開展近這方面 希望醫療加旅遊 這個新的產業可以帶動得到 因為現在我們爭取的一個 就是北京協和醫院在澳門設立的 就是區域性的國家醫療中心 這個概念來說 就是一個國家有一個特別的政策 是某一些醫院才可以輸出這種技術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想在這個基礎裏面 我們作為我們今後的發展 希望我們在新的博彩經營的成批者 都可以在這方面研究 共同去發展醫療加旅遊這方面有關的產業 這個必然是一個大產業 大產業 因為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協和醫院 它在澳門如果開展之後 我想不是面對只有澳門人 我想是很多的大灣區的居民 有關的我們其他地方的市民 都會來澳門進行有關的醫療工作 對於現在我們澳門很多的病人 我們要送到香港 要送到內地去醫療 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希望通過協和 對我們澳門居民的醫療保健的支撐 又可以帶動到我們的大健康產業的發展 我們這方面來說 是有這個機會 不是只是帶動我們的旅遊 而是帶動我們的保險業 因為醫療和保險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的保險業都可以做到有關的工作 保險的工作 所以這方面來說 金融保險都是得益的 都可以在這方面加以發展 所以很多謝你的問題 請梁安琦議員 謝謝主席 專家行政長官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早前 澳門政府公佈了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批給 公開鏡頭的招標書文件 招標書其中一個目標包括 定期舉辦國際或區域性體育賽事 陸地、水上包括電競 確實發揮博彩員 包括非博彩員數的龍頭作用 帶動與中小企的合作 近年來 很多新興的體育運動 例如電競、風動跳傘等 在主辦地區不但成為極具吸引力的熱門項目 也帶動該項目產業的迅速發展 有效促進當地體育與旅遊的協同發展 很開心日前新聞報道 勞工局與橫琴月澳深度合作 區8月推出電競和金融兩專項的實習計劃 為新產業的人才培訓拉開序幕 在體育項目方面 除了電競開始作人才培訓 請問行政長官 有沒有考慮檢討修改完善體育法律 引領體育改革 以政府主導、市場、社會、企業 協同創出體育發展新格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 確定在2035年國家建成體育強國 澳門如何配合國家這個發展策略 當局如何進一步通過正企共同協作 引入更多新型體育運動和賽事 豐富體育家的多元發展 進一步將澳門打造成亞洲及全球旅客喜愛的多元化 休閒旅遊勝利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梁安琪議員的問題 關於新興的體育運動和電競等等 這方面澳門已經這麼多歷年來講 已經辦了不少的 這方面有關的大型有關電競比賽 所以是有一定的基礎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綜合體裡面 都是完全有這個發展的空間 所謂特區政府來說 我想不需要修改什麼法律 這個來說因為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事 我們不需要太多參與市場的方式 因為在法律、法制上都是競存的 只要在市場上需要發展 因為我們已經這麼多年來 由2016年、2017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都有這方面的發展 但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固定性的 沒有一個方向性 所以我們現在通過我們現在的人才的培訓 所以深合區都在這方面 進行有關的人才培訓 希望我們澳門有關這方面的青年人 去參與培訓 回來之後 我們承接澳門新的 成批公司合約的批級 大家共同在這方面 就是作為我們旅遊裏面的一支 有關的行業的發展 這樣就促進了我們這一方面 都可以進行多些的 體育賽事類的電競換動 好 謝謝你 請胡祖傑議員 感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 各下行會的成員 各位官員同事們 大家好 今天我關心的是 琴澳公共建設施的規劃和融合 今次的疫情 令澳門社會各行各業的短板 和不足之處更加突顯 例如城區的限制 經濟產業單一獨大 旅客來源過於單一等等 都讓澳門急速的變化的局勢下 抗壓力十分脆弱 而二 深合區是澳門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 澳門因土地的資源有限 規劃發展的項目 應該與深合區連成一體去思考 要把琴澳視為一體化區域去規劃 尤其在公共建設 例如大型物流的中心 公共交通的樞樓 軌道交通運輸 大型污水廢物的處理站 垃圾焚化爐 紅樹林自然保育區 綜合醫院 高等院校 培訓基地等等 除了大型建設之外 旅遊業對琴澳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源 可以讓澳門和深合區的資源聯合打造 成為旅遊休閒的片區 讓休閒元素更豐富更吸引 與此同時 應該把琴澳作為一體佈局 一體配置 一體共享的規劃理念 在考慮總體規劃的同時 利用好橫琴的資源作契機 加快兩地融合的發展 此本人向行政長官提出以下的問題 特區政府考慮琴澳整體規劃方面 在短期、中期、長期的規劃之中 有哪些的願景和目標 澳門和深合區之間 亦都有那些的目標和建設呢 多謝長官 多謝主席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胡祖傑議員 最主要的問題來講 就是一個兩地之間的總體規劃方面的協調 在短期、中期和長期規劃 會有哪些目標 澳門的總體規劃已經做了 已經公佈了 我們現在在做分區的詳細規劃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 因為澳門是一個比較四百多年一個城區 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在 在現有的基礎 我們怎樣做好有關的總體規劃 經過有關的努力 都和立法會有關的介紹過 在這方面 我們基本上已經通過了有關的總體規劃 現在在做有關分區的詳細規劃 我們下一步就是按照這個規劃 去進行我們有關的工作 深合區同樣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已經達到了 在去年來講 就是深合區的總體規劃 再做一次重新的一個調整 在我們和深合區的共同的研究 和同意之下 我們進行了深合區的總體規劃的國際招標 由世界上很多知名的有關設計事務所 和內地的知名設計事務所 包括澳門的知名設計事務所等 等參與我們有關的投標和工作 已經初步定作有幾個 有幾間公司的方案 和現在再進一步的評標 請了一批國家有名的規劃專家 進行有關的評標 並不是由深合區管委會進行評標 我看過的方案 各有特色 將我們的深合區 進行一個總體的 按照現在的方案的基礎上面 重新進行有關的調整 這個方案來講 和澳門來講 是以後互相可以配合的 當然你剛才提到 可不可以將大型污水處理站 垃圾墳化爐這些 和我們配合 我想這方面來說 是不適合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垃圾 自己的污水自己解決 我們不可以將垃圾搬去別人 又不可以將污水拿去別人處理 這些我們按照澳門的總體規劃 我們自己的問題 一定要自己去解決 深合區 又是自己的深合區的污水處理廠 去自己的垃圾墳化 有關的設施 所以這方面 我們是兩區 就不可以混在一起 但是你說有關的紅樹林 自然保護區 這些 我想深合區方面 都可以互相去利用大家的優勢 去做好有關的工作 我們沒有很大的遊樂設備 他們有很漂亮的長龍的遊樂設備 這些我們互相都可以去做 最主要一點 我們要方便 大家要一體化 所以在深合區來說 今年年底 我們希望將有關一線和二線封關 這個工程完成之後 和手續法律完成之後 我們過關方便 我們才可以達到這個要求 所以深合區 大家不要急 不要當一個深合區 立刻可以變成一個很快的事 很多程序我們要走 因為一天不封關 我們有很多事情 是未可以去解決得到的 封了關之後 才可以將一區一線二線 是劃分清晰 我們才有很多工作 才可以做到 這些事情 不是一時一日可以做到 他們已經很快速度 我們去年和馬生長 一起去展採 今年來說 已經基本上可以完成 有關的一線關 和二線關之間的關係 所以是一步一步走 深合區 按照我們原來總體規劃 給我們的時間段 我們都在推進 沒有停過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想認為兩地的佈局 我們現在來說 有些交通的佈局 例如我們和深合區的 有關的輕軌 我們已經在施工 我們的囤扣機已經在滑 在開工 這條輕軌 和我們以後 和我們深合區裏面的高鐵 就可以無防折軌 在這方面 我們去到那裏 換一個站就可以成站 就是同一個站台裏面 我們可以經過海關之後 就可以去乘坐 有關的高鐵 這個都是我們總體規劃裏面 都要銜接到交通上面 現在深合在我們橫琴口岸 那個去澳門大學 那條高架天橋 我們都已經在那裡 開始施工 我們應該要 所以這方面 我們都做好我們的出路 有關的交通的方便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蓮花口岸的站 那個裝機廠 我們已經開了標了 開了標 我們盡快會定標 就要可以去進行有關的施工 配合我們這個 有關的蓮花口岸 這條線的開通 所以這個全部都按部就班 就是沒有停過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多謝胡祖傑議員 對這方面的關心 我想是以後有很多的 譬如我們現在想 海上游等等 這方面我們都在探討 都在探討 因為這個牽連到有關的邊防 有關的海關等等 要多設一個有關的邊桿站 有很多複雜的程序 所以這方面我們盡量會去配合 去考慮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高錦輝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各位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行政長官各下 帶領著公務員 各個團體的前線工作人員 使民共同抗疫 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新冠疫情持續 經濟社會民生都受到極大的挑戰 教育部門和機構 都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些的考驗 從以往面秀課堂轉變成為 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教學的模式 本老所有的學校目前已經是制定了 停課的時候再加學習的方案 學校也都按著校本實際的情況 因應學生在在家學習的條件 不同的教學階段的學生 他的學習能力等 在停課期間為學生安排了適切的學習任務 請問行政長官各下 現在疫情的最終走向 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開學之後 仍然是有機會隨時出現個案的 為了確保教育的質量 現時疫苗接種的比率上升 和經過多次疫情的考驗之後 對於本老學校 面對疫情停課 復課的準則和處理機制 我們怎樣總結經驗呢 是仍然緊跟著內地 主要的城市的做法 還是可以用這個作為基礎 連結借鑑一些鄰近城市的情況 進一步去研判完善相關的實施方案呢 另外在加強學生心理輔導方面 有些甚麼安排呢 多謝長官 多謝主席 請行政長官 好 多謝主席 多謝郭錦輝議員有關的問題 疫情是對我們的學校 是產生了很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我們在這個前後三年來講 我們都經歷了幾次大的疫情 都有停課的問題會發生 但是比倫敦地區我們已經好很多 我們已經是穩定很多 穩定很多 今次的618之後 我們希望在這個9月份 如常可以進行有關的開學 我們可以進入我們學生的正常教育 這個是我們暫時的一個連盤 第二點來講 我們希望在這個總結經驗來講 因為澳門的人口比較密集 有些地方來講 有些內地的城市 有些學校可以一個閉環管理 它是住校的 譬如有些中學可以住校的 它容易可以管理 但我們都是要回家裡住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都是要小心 還有我們還有很多跨境學生 這個都有很多牽連 所以澳門來講 還要想起我們有關邊境的問題 邊境的問題 如果是那裡是卡住我們 我們跨境學生 都會產生有關的問題 所以這方面 是要值得我們總結的有關經驗 在教育清局來講 是經過這一排有關的復課之前 我們會盡量和我們教育的校方 持份者去進行有關的會議 大家去探討一條 適合以後的標準 是怎樣去停課 什麼時候是不停課 怎樣是停課 之後我們怎麼辦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一直要總結經驗 去借監別人的經驗 我們現在鄰近地區的暑假都不放 將上半年有關的時間 補回來 這個就是別人的經驗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個就是 今天探討是太遲了 但是我們這些就是 我們以後值得 我們做了寒假 我們做了寒假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都要在這方面 作為有關的探討 和教育清局 我想工局長 會很詳細地和你們去 進行這個有關的研究 很感謝這次我們各間的學校 對我們防疫工作的支持 給了我們很好的校舍 讓我們去進行有關的工作 但是我們都理解到 學校要開學 要進行有關的維修等等的工作 所以我們盡量利用我們室外的設施去代替學校 早些騰出有關的空間 讓我們學校去進行要做的工作 這個我們互相配合得很好 幫我多謝有關的教育界 全體的老師和員工 對我們這次的支持 要是6月19日早上去到你們那裡 未開始驗的時候 所有的工作已經全部就緒了 一晚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6月19日晚上通知你們 翌日早上 6月18日 即是19日 應該是19日通知你們 你們上午已經全部 在進行有關的核檢之前的工作 在國外檢查的時候 全部都做到很圓滿美 所以每間學校都做得十分好 幫我多謝他們有關的提出的 做出的貢獻 好嗎 多謝 關於心理方面 我想這個只能靠我們學校的老師 去進行有關的輔導 以及我們在網上教育的配合 以及對有關的學生 可能是進行有關的補課等等 好 多謝你 請瓊村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首先借這個機會 多謝長官閣下 率領所有醫務人員 和其他的公務人員 和全體的澳門市民一度 克服困難 讓整個社會 恢復常態運作 疫情之下 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受到重大的衝擊 夢數巨大的損失 但同時我們也都看到 今年申請本澳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數 在多年快速增長的基礎之上 也都有明顯的增加 這個充分說明了 本澳高等過獄取得的成績 獲得社會國界的認同 也都可以看到 高等過獄的的確確是可以作為 經濟涉到多元發展的 還有一部份 在這裏 我都願意即刻落實 長官剛才的指示 邀請各位立法會議員同事 在我們科技大學去參觀和指導 前一陣子 有高國界人士聽聞 有非本地的相關部門 對澳門高等教育 是累地收生的規模 有些不同的看法 根據高清國 那個數據是2021、2022年 澳門高地院校 所有在學生有4萬4千人左右 非本地生大概是2萬8千人 而累地留學生人數 在澳洲是超過10萬人 在英國是超過20萬 美國更加超過30萬 預期讓這些學生 去對我們的不友好的國家留學 不如歡迎更多的留學生 來到我們的澳門 接受優質高等過獄的同時 也都支持我們的澳門的經濟發展 為此我想請問掌官閣下 德區政府有沒有計劃和方案 為非本地的相關部門 進行溝通和解釋 沒有對本澳去累地收生的人數 設置太大的障礙 以及讓本澳的高等過獄 發展可以取得更多的源頭獲水 請行政長官 主席 多謝房村議員有關問題 澳門幾間大學 我在三年前在這裡 當時我們說過澳門的大學 可以向產業化方面發展 事實來說 這幾年我們的比例一直在提升 政府的資助一直在減少 這兩個是一個好的比例 因為我們有很多公立私立 都是來自於政府的支撐 但我們看到人數不斷的提升 包括學費適當的調整 之後來說 我們有關的規模大了 有關的規模大了 但是我們政府的支撐 是沒有增加錯 這個慢慢吹向於我們的產業方面發展 因為一個學生來 他不僅僅在這裡有關的學校的教育 可能他帶動了他們的家庭 他們家裡的人來探他 旅遊等等的一系列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很多的州 他們就是一個產業 就是一個產業 就是大學 但是他們就是因為一個大學 而帶動了整個州 很多很多的城市的發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發展的方向 的路向 剛才你都說得很陷促 非本地部門 即是內地 即是內地 不要說得那麼陷促 非澳門部門 即是內地部門 這個我們聽聞過 我們都會跟內地 保持一個溝通 因為都是一角的下面 我們希望澳門的教育 都是可以為內地 希望升大學的學生 在這裡去受到教育 這個我們會爭取的 如果真的有事的話 所以這方面 我們會爭取 第二來說 關於對有關的比例來說 我們三所公立院校 第一 我們一定要堅持 就是 不是說 工作是要留給本地人 我們學位也要留給本地人 要滿足本地人的基礎下面 我們才招生外地人 這個是公立大學的 三所公立大學的 基本的 我們對他的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 在2021年的學年 招生比例 由25% 我們幫他調升到30% 因為規模大了 可以增加多些學生 規模大了 從私立學院來講 2019年起 我們的招生比 已經由50% 上調到60% 因為私立大學都有部分 有資助 都是來自於政府 所以我們希望 它都是保留主力 都是為澳門的學生服務 澳門學生滿足了條件之後 我們可以向外地的學生 你的比例可以高一點 所以你是比我們本地的公立大學 是增多了30% 多了30% 即是我們公立大學 最多是30% 它可以多立些 我們澳門的學生 所以我們不只是說 外僱和本地工人 留給本地工人做 我們學位 我們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的 都是未變過 上街政府定下來的 我們一路延伸 一路提升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現在的比例來說 一路一路 我們在2019年 我們在那個比例來說 由8000多到1萬多 如果是內地生的名額 我們一路是增加的 我們還有很多外地生 因為疫情的問題 很多外地生是來不了 如果我們疫情過了之後 還有很多外地生 我知道東南亞或者其他國家的地方 都會來澳門東 我們的旅遊學院 和我們理工大學今年的招生 都是十分多人報名 十分多人報名 包括我們護理學院 都是十分多本地人去報名 所以這個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理工大學的護理學院 和北京大學的護理學院 是雙證書的一個課程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這方面 吸引到很多本地學生 都是讀這個有關的課程 一路提高我們的護理人員 為我們的大健康產業奠定基礎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大學做得更好 多謝 請林宇濤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今波618的疫情控疫的結果 可謂強差人意 包括錯過了疫情頭三週的控疫黃金期 才實施相對政治的措施 紅黃馬區管理和核檢安排混亂 以及巴黎人衣冠酒店閉雲大量員工確診 導致完成隔離的人士感染並且返回社區 更加重要的是 政府根本未有案之前已經對外公佈的 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急處置預案 是進行控疫工作的 經常以動態研判為由 不斷自創相對政治、清零期、鞏固期、穩定期 這些新的字眼和標準 做法令整體的控疫成效大打折扣 也讓社會難以配合、無所釋從 更加令控疫清零時間拖長到四十幾天 然而至今仍未見當局作全面檢討、調查、總結和問責 因應政府在618疫情控疫的結果被受社會批評 政府應該平氣今波疫情動態研判、見步行步 缺乏全面考量的控疫思維、認親急罪教訓 制定並公布真正和國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有效接軌具可操作性和符合本澳實際情況的精準防疫方案 明確本澳不同疫情階段的具體定義和相應的防疫措施 為此請問行政長官各下會否因應內地控疫方案 同步更新本澳的控疫方案 確保本澳未來的控疫不單止精準、高效 亦都能夠和內地同步接軌 將今後疫情對通關和本澳經濟的影響減至最低 以及會否對各種控疫的問題進行全面的調查檢測 以及公開交代解決方案 以及對官員失責和決策失誤問責 避免下一波的疫情再出現同樣的問題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林宇濤議員有關的問題 第一來講 最主要是講回618整個事件 你說到問責等等 我想是這方面來講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任何這個大疫情之下 一定要有不足的地方 在7月19日 我去到民防中心召開有關的會議 已經是查找不足 對我們的工作之中的 要進行有關的不足的地方 我們進行有關的糾跡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不是說任何的事都是完美的 我們沒有說過我們會取得很完美的成功 又或者取得很什麼好成績 我們按部就班按照這個去做 關於你說和內地的有關第九版 我們是有遵守和有變法 我們現在所定出來的相對政治 就是清零期、鞏固期、穩定期 這些我們都是上報給國家衛健委 有關的正確用詞 這個都是經過我們內地的專家 對我們的研判 作出的有關要求 所以不是你和我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是真正的專家 是給我們這方面的指引的 第三來講 有關的 你說我們是否一定要遵守 完全是和那個接軌 我和你說如果和那個接軌 它是什麼 高風險完成了之後 七日加三日才可以進入中風險 再要七日加三日才可以進入低風險 低風險就是七日加三日才進入風險地區 再要加多七日加三日 你才是圍到可以通關的目的 我們現在不是 林宇濤議員 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是一國兩制 他們對我們有關的數據 對我們有關的防疫的措施 他們認為我們可以 我們只是八月三日已經開關了 你說在開頭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立刻政治 這個Omicron 剛才我說過 BA5 你立刻政治也好 你不是一日一代的 你現在海南島去立刻政治 去到今天來講 它已經發生到第八代、第九代 這個就是情況 大家都是沒見過的情況 當時我們問過內地 是不是這個情況 如果當時我們捉不出戶 因為按照第九版來說 是捉不出戶的 我們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我們說很容易 林宇濤議員 你說立刻政治 怎樣去做 我們的採養人員在哪裡 我們採養點夠不夠 我們每一天要做幾十萬人採養 這個都要去人做 我們如果不是珠海支援 我們這個630名有關採養人員 我們這些人員做一次可以 兩次可以 我們長期的24小時 我們怎樣去找人 這個我們要實事求是去做這些工作 如果我們是 當時來講 6月19日 立刻抓不出戶 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我們不是沒有研判的 我們發一個批示 很慎重 我們才會出一個批示 如果出一個批示 是沒有一個責任 它隨便出一個批示 你會有很嚴重的社會的後果 我們整個疫情裡面 我們對市民的生活肯定是造成不變 這個肯定存在 但是我們對市民的日常的供應等等的 副食品供應 我們的生活必需品 我們都要重新要安排過 因為每一天 我們平時來說 有十幾萬人上去內地 但是突然之間 我們這批人全部都回到澳門 豬我們一天要增加要很多 蔬菜我們一天要增加很多 這些副食品 我們全部都要多十幾萬人在這裡使用 這個必須要計算這條數 我們不計算這條數來說 我們不夠的 這幾天我們明顯一開了關 我們那個生豬的數量 立刻會減少 因為很多人回到家吃 回到家 那你就會減少在這裡 如果我們全部在澳門 無法出無法入 這批人士一定是在澳門要吃 要用 所以很多數我們要計算 你說問責你可以提出來 你說哪個官員做得不好 或者哪個局做得不好 你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去進行有關的調查 但是我認為 在整個過程裡面 今天將心比忌 我們今天在座 這麼多人 我們都看到我們的公務員 個個都用心用力 剛才剛才說 只是議員所說 我跟他說 不是我們通知他們 而是大家自動報名 法官都來報名 檢察官來報名 我們延政公署 專員等等都參與 不是說我們去強迫他們 一定要派人 立法會我們都是 我們沒有強迫過 我們沒有出過信給議員 你們個個都要參與 有關的前線工作 我們沒有 行政部門 他們自己去每一個局 每一個司 去報名 他們去出席 但是我們對其他 我們沒有出過任何指令 但是我們都有這麼多同事去參與 因為我們一班來說 都是四個小時 因為他們不可能做八個小時 他們四個小時 那套衣服已經濕了 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你們有沒有去參與 但是你們去參與一下 你看到 有些大廈來說 一直要送上去 又要幫人 有些拿狗糧上去 又要拿大瓶水上去 我們都是為市民去服務 我不是說讚賞我們的公務員 或是表揚他們什麼 但是公務員在這個搖滾關頭 大家都是站了出來 是沒有任勞任怨去做這些工作 我們當時來說 紅區是不少的 紅區是很多的 我們還在醫院裡面 是那個醫官酒店 還有一個隔離酒店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我們要安排很多的地方 才可以擺到這麼多人 要酒店騰空出來給我們做隔離 你說巴黎人酒店 他是因為臨時叫他們 要退出來給我們做 工作人員 未經過很詳細的培訓 所以出了問題 這個是事實 我們一直在工作中 我們會糾正 他們都已經閉環在裡面 你還說要問責他們 下一次我們想找一間酒店都很難 當然我們希望做得一百分 但是有時來說 在這麼大的疫情裡面 小小的牙齒 我們希望以後是改靜 我們不希望發生有問題 但是我們希望改靜 所以當時來說 有些市民是不滿意 住得太久了 因為又出了問題 我們都給他們周轉去 喜來登酒店 問他們都不喜歡 如果你轉 我們幫你住去喜來登酒店 你對巴黎人酒店沒有信心的話 有很多都是轉過去喜來登酒店 不是說我們沒有跟進 有問題我們一定會跟進 不會說不民不理 這個是我們做事的方針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陳浩昇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澳門早前出現新一波的疫情 在行政長官的堅強領導下 特區政府迅速應對 有例醫護同心 全澳居民全力配合 平伴了疫症 但是疫情持續多時 對居民造成的心理隱患 問題也都逐漸浮現 其間社會工作局 和社會服務團體 對有需要的人士 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 但是社會仍然期待 特區政府加大力度 協助弱勢居民 解除精神困擾 文化藝術有撫慰心靈的作用 具有建設性 為此 特區政府會否考慮 推出措施 鼓勵藝民工作者 透過藝術治療 和文化兒樂等等的方式 以多種的渠道 幫助居民心靈重建 特別是持續規劃 為學生提供課外活動 減輕家長的照顧壓力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以及有精神隱患的群體 提供相應的表演活動 和心理的支援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對上這個問題 有什麼設想呢 多謝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陳豪昇議員的有關問題 我想你這個問題十分之好的 就是這個對我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等等 是一個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教青局來說 也有一個學生 藝術教育普及計劃 有5,500名先生參與過 我在這個基礎裏面 我希望教青局 和陳議員 和我們文藝界的 這方面的人士 大家共同努力去作有關的 就是這一方面的輔助的工作 這個要和我們教青局合作 有什麼要我們支撐的呢 我想教青局會和我們提出來 歐陽師長一定會大力支持 對青少年的心理上的關心 因為現在這個青少年來說 他們這一代來說 讀到三年級 都是經常在疫情戴著口罩 同學之間的樣子都分不出 都是一個很不健康的情況 因為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上學 三年了 每個同學在梳牙 真的沒有牙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大家都學得蒙面俠 三年都是一個很不健康的 對下一代來說 所以通過有關的 希望疫情稍微緩和些 希望通過有關的文藝 有關的藝術 這方面的交流 讓我們多些接觸大家 會比較好些 我們在場所等等方面 歐陽師長和公局長 會大力支持 多謝你 請蔣建宗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面對今次突如其來的疫情 在行政長官的堅強領導下 特區政府帶領全澳上下 團結一致對抗疫情 迅速及時推出驚援 以緩解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嚴重衝擊 急民之所急 針對驚援方案 政府表示 將為及長者、家庭主婦和兒童等群體 這是從關顧不同群體利益 綜合考慮的為民關外舉措 獲得普遍的讚許 首個百億驚援 將於月中陸續發放援助款 對企業 特別是困難企業來說 可以說是及時雨 也減輕大部分僱員 低收入困難家庭的生活壓力 本澳今波疫情已經有效控制 但由於全球的疫情走勢 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本澳企業 尤其是與旅遊消費、交通、航空等 有關企業的經營問題、市場需求問題 以及民生問題、就業問題等 仍需持續關注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對促進經援措施 產生更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有何政策方向和措施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張建宗議員的有關問題 提到兩個問題 最主要是經援方案和有關的 跟著市場內需的問題 第一來說 這次鄭建宗議員是我們來主要旅遊酒店業 在這裏很多謝我們的酒店從業員 特別是醫療酒店 有關的隔離酒店 我們有關的從業員 表示他們的感謝 因為他們都是閉環 所以我們今天都沒有什麼人提出來 他們這批同事都是閉環在裏面 閉環到我們有關的酒店 所有的人員 安全出去之後 他們才得到有關的釋放出來 因為我們在去年 我們是發生過問題 因為我們酒店從業員的問題 我們曾經發生過一波有關的疫情 今年來說 巴黎人那裏都發生過一些問題 但其他酒店 到現在來說 基本上正常 基本上正常 我們在這麽大規模的 醫療酒店 隔離酒店 這兩個幾千人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安嚴度過在這方面 希望你對有關的管理人員 有關的從業員 表示我們特區政府對他們的感謝 因為他們真的是閉環管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軟舍 不是只有我們監獄 我們很多的醫療酒店裏面的同事 都是閉環管理的 都是閉環管理的 所以這方面 我們是很感恩的 對於我們有關的 你說有什麼方向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是 第一個百億那裏 我們已經落了很多的有關 對有關的就業的居民 失業的居民 還有一個上訴機制 有些人現在投訴 我去年失業 今年不失業 那去年 總之你是不可以兼收 你如果是 今年或者去年都沒有工作 你一定是立入我們這個支持的範圍 如果三年前都沒有工作 我想是立不入 因為你沒有一個稅務牽連的關係 那我想就要去到普遺措施 才可以受委 所以這個是很清晰的 理事長那方面 有一個很清晰的界限 我們還是建立了一個有關的上訴機制 如果有些市民去查詢到之後 感覺到自己是受到好像是漏了的 去上訴機制 我們會立刻你拿到資料來講 我們可以放回去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在這方面 有些什麼怨言 結果我沒有 是吧 2020年 2021年 你如果有事做的 你有水務的關係 一些事都沒有 你這個支援來講 我們這個支援來講 是對停工停業 這個方面的支援 這個一萬五是對這個方面的支援 另外一個支援是普及性的 第二個一百億大家講了很久 這個是可以兼收的 不是說拿了這塊 我們不給另外一塊 這個是補償我們在這批就業人士 在這個期間 因為七加五十二日不給上班 在這個期間裏面 我們有關的停業等等 這個有關的補償 在我們7月16日有關的報告裏面 都寫得很清楚 是這一方面的補償 而另外現在第二個二百億 就是一個 一百億就是有關的普遺性的 是一個補助 所以這兩條線大家不要撈亂 不是說第一個拿了 第二個就沒有 這個是給我們現在就業的 我們去到八十幾以上的就業人員 都是拿到這個費用 如果有些是去查詢到 查不到 立刻可以去上訴 我們有個上訴機制 這個都經過我們立法會的 有關的我們的法規裏面 有法律裏面 我們的收割案裏面 已經擺了之後 我們有行政法規 是這個有個上訴機制 不行我們就立刻去查詢 我們立刻會補回 所以這個不是說 我去年失業了 怎麼沒有了 那你去年失業 如果今年有工作 你也是有 那如果你去年有失業 今年有失業 都是有你前年有開工的 你如果跟我說2019年失業 那時候你未入到 即是沒有做事 這個三年都沒有做事 就真的比較難 因為你沒有了稅務 登記這個關係 那你只能去拿普遺那個棒 所以我想大家不用 社會裡很多人很怒躁 我沒有或者什麼 去查一查 不行就上訴 我們有個上訴機制 可以幫你去補回英國的費用 所以這裡我們 在很多的我們對電費 水費 這些我們的旅遊稅 什麼牌照稅 我們基本上可免的全面 我們從今年開始 一萬元的分享計劃 我們到我們一萬四元的退稅 到現在這個計劃 我們一直都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 那現在還有一個 第二個一百億的 有關的普遺性的 這個個個人都有 在家裡的 所有人都有 好嗎 就是所有人 就是澳門居民 我再強調不要 又錄錯了 就是說有所有人 又擴回三千元 又多事 是吧 就是澳門居民 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人 都有 所以大家放心 好嗎 大家放心 但是給點時間我們做事 還有聽多些意見 好嗎 謝謝 謝謝你 請陳奕立議員 請陳奕立議員 謝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各客 新一輪新冠疫情 自6月18日爆發以來 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採取有效措施 應對新冠疫情 終於取得了這個抗疫的成功 而在經歷一個多月的抗疫期間 政府抽調大量的公共醫療人員 參與前線的各類防控工作 因而導致公共醫療單位內人手短缺 令到公共醫療體系 只能夠提供緊急以及必須的醫療服務 從而影響到患有慢性疾病市民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相關的問題值得政府關注 防疫隨著常態化的發展 倘若未來再次出現另一波的疫情時 政府會否考慮 優化澳門整體醫療資源的調動 特別是積極統籌私營醫療人員 參與到防疫工作當中 一方面是可以減輕公營醫療人員的工作壓力 另一方面確保公共醫療服務 維持精神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奕立議員有關的建議 跟大家通報一下 我們這次核酸的檢測工作裏面 除了衛生局的人員之外 我們包括了鏡湖醫院 派出了500名人員 科大醫院派出了150名人員 私人的檢驗機構派出了500名人員 還有250名是本地私人醫療人員 參與了有關的工作 這是第一 我們要和大家通報這方面 第二 我們在中醫方面 我們是很多醫療酒店裏面的患病者 他們希望看中醫來講 我們都幫他們進行了有關的中醫的門診 有關的工作 這個是私人有關的中醫 關於我們來說 我們一定是多謝我們的私人醫療機構 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在疫情期間 政府醫療機構 包括提供各種的緊急專科醫療和護理工作 包括了急診、住院、緊急手術、血液透析 腫瘤科門診、產前檢查、精神科、緊急門診 這個我們沒有停過的 還有我們維持外診治的服務 還有送藥等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疫情裏面 因為我們 剛才我都講過 這個是一個很 替代很快的 一日一代的一個變化 但是它的疫情 它不需要去到深切治療 去到醫院裏面要掛平等等 它是很少 它都在醫療酒店裏面 可能吃一些清溫什麼什麼醫院 這樣 它就慢慢慢慢就會過了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所有正常的服務裏面 我們都可以應付得到 可以應付得到 以後來說 如果真的還有下一個更惡的菌 我們再去大家 在現在做好有關的餘案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很感謝 我們內地又派了650名人員 來支持我們 所以這是一個總體的大圍上面 支持著這次疫情的完成 包括我們私人醫療工作者 剛才我說過 有250名本地私人醫療機構的人員 這個不是醫院 即是私人診所 我希望通過你 向大家 表示我們特區政府對他們的感謝 好 多謝你 請黃顯輝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全政府實行的防疫措施 主要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及衛生局組織法等法例制定 當中傳染病防治法第五章 刑事債務中第30條 違反防疫措施規定 對違反防疫措施者處以刑罰 而第六章最後規定中 第33條施行細則規定 執行傳染病防治法所需的規則 以及違反該規則及該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 由行政法規定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兩年多以來 絕大多數市民均積極支持和配合政府 依法制定的防疫措施 為社會先後出現躍光中不同程度的 違反防疫措施個案而被當局檢控 有關嚴疑人經法院審判後 均被科處刑罰而不是行政處分 誓言 社會文化司司長日前 在立法會全體會中指出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中間能否加設罰款條文 而不是直接採取刑罰值得討論 政府近兩年內部都討論過有關問題 而在目前應對新冠疫情下 未適合討論修改傳染防治法 但首後在必要時會檢討研究 請問行政長官國下 政府會否權行居民權益牌公共利益 適時考慮修改傳染病防治法 或者制定配套法規 因應違反防疫措施的程度 而引入行政處罰手段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黃慶輝議員的問題 全染病防治法 在2003年 為了應對當時非典 沙士的時候 按照內地有關法律的基礎 我們進行有關的立法 全染病防治法 是一個不僅是面對現在 我們這一次的新冠肺炎 我們面對很多很多的 嚴重性的傳染病 這個大家一定要明確 這個思想 這個不是新冠肺炎防治法 我們可能會面對鼠疫 會面對很多很嚴重的傳染病 我們都要靠這本法律 去支撐住我們整個體制的運作 所以我們不要單是為了 這個有關的新冠肺炎 就是認為這個法 可以是很多行政手段可以解決 我想在醫療上來說 一定要慎重 因為我們一直都加出 最近來說 我們喉斗 我們加了下去 我們有關的清單裡面 通過立法會的緊急程序 因為這個是面對很多很多的疾病 我們都會放回這個法 法律可不可以修改 一定有修改 法律可不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一定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我們要看到 我們這個 對我們澳門的整體的利益 和少數的處罰 是不是一個平衡 我想作為法律者 我們應該研究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面對的 不只是這個傳染病 是很多很多的重型的傳染病 都是放在這個法裡面 如果是沒有一定的處罰手段來說 我們到時是沒有任何 只是用行政 是很多東西 可能會缺乏了一個比較好的手段 當然我們不希望罰我們的市民 這次來說 大家對口罩令 或者出街 是會比較大的意見 但是這個口罩來說 事實對我們的感染 是降低了很多 因為坦率說 當時我們委託了有關的機構 幫我們做有關的推論 我們不是這個數字 不是一千八百多這個數字 是雙倍的 按照Omicron這個疫情來說 是要雙倍的 但是因為我們採取了抗營的措施 不可以去地交叉禁業 第二個我們用了KN95的口罩 這個是大家是焗一些 但是真是有效 是當時的環境 是事實是有效 所以很多措施來說 不是說我們隨意升 或者喜歡就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馬上去買這麼多的口罩回來 每個人在做核酸的時候 馬上給你們交給你們 希望你們戴這個口罩 也希望你們戴這個口罩 當然現在我們是恢復到正常期 我們不需要 那個口罩是十分之高 但是在那個階段來說 真的沒有辦法 他真的可以放 隔到很多事 因為當時來說 我第一天說過 我們委託了全國最好的院士 幫我們去做有關的顧問 去進行有關的工作 當時他們的推論 我想旁川教授知道 這個數據 我們都是心驚的 但是他們給了很好的指引 我們要求我們怎樣去做 這些在第九版裡面是沒有的 第九版是沒有的 是呼籲的 沒有叫你做抗原或者做什麼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 根據我們的專家學者 給我們的意見 是最難以這些工作 先做抗原再去做有關核酸 因為這個病 早上抗原再是陰性 可能是一陣子之後 他已經變成陽性 馬上去到就會傳染給第二個人 所以這就是這個病的特色 所以我們一直都在聽專家的研究 差不多每天都跟專家 和我們有關的機構 每天都有報告給我們 為什麼我們當時不公佈的報告呢 因為這個報告來講是按照 B.A.2.1、2.1這個版本去做的 當我們B.A.5.1的時候 那個版本重新去調整之後 那個數據就是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但事實來講 我們都控制得在1,800多這個數量裡面 是相差一倍的 所以我們來講 一直都是用其他的手段 去壓制住我們有關疫情的蔓延 所以這方面來講 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日夜 我們歐陽市長 晚上兩三點鐘 都還在跟專家打電話 拿數據 因為數據都晚上 十二點鐘才能出力 就是每天都是這樣的工作 去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所以我很贊成你說 可不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但我們要討論來講 就是先把前提放在這裡 因為這個不只是針對 有關的新冠肺炎 是針對所有的病 所有的突然的和強的 有關的防止法 你說沙士是比這個嚴重很多的 沙士當年為何要做到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當年是沙士 當年是為了沙士而去定 因為沙士來說是比這個病 是否立即要上呼吸機 肺炎立即化了 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一定的 我們要考慮就是一個全現性 所以我不反對 有關進行有關的探討 是吧 任何法律 我都不反對有關的修改空間 永遠不可以修改 但是我們收過這個前提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這個法面對的是什麼 我們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的過日 有一個看法 共利三考 多謝大家 行政長官對我們三十一位議員 所提出的問題 也都已經全部作出回應 在這裡很多謝行政長官閣下 也都很多謝各位行政委員 以及各位官員 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 多謝大家 現在散會